这是刘邦打天下的第一战 刚刚组建好义军宣布造反 身在老家的爱妻吕智便遭了殃 被鲁静大牢不说 还险些让人欺负 脾气还不小啊 老子还就喜欢这有性子的女子 拉口拉味的多再见啊 多亏好友萧和相救 吕智才幸免于难 家里是住不了了 吕智收拾好包袱就来找老公告状 此时的刘邦在盲荡山战山为王 打出旗号 说自己手下精兵三千 可实际上连三百都不到 为了躲避官吏追杀 只能躲在山洞中 过得比水帘洞里的孙悟空都憋屈 一听说头上险些多了点绿 刘邦当场勃然大怒 此时的局势中 暴秦气数已尽 各路豪杰纷纷揭竿而起 大则乡的陈胜吴广 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刘邦若想分一杯羹 也该打响自己的名号了 当即决定攻打沛县 用线令的人头计旗 开启争霸天下的第一步 可满打满算 流亡也没多少人手 如何能以最小的代价 攻打沛县呢 军师萧和提议秩取 图护樊快主动请营 深夜从狗洞潜入城中 第二日 一军将绑友不条的剑射入城中 樊快便发挥演技 带领大家读了这篇劝祥书 如今陈王起兵 四方响应 秦朝江山 无日而亡 我刘邦顺应各方豪杰 几世反秦 配成父老 何不顺应天使 杀掉配令 共同大业 天下苦暴情久矣 如今刘邦一领头 百姓们竟然没有人想要反抗 都争着加入异军 凡快趁机带人冲进县衙 杀了县令 一场攻城战就这么兵不续任的大功告成